要決定下去 不要留著已經沒辦法才交代測領 它是會變卦的 那是會變的 那個動作順差差很多 可以說天天之北要與不要就差很多了 尤其是你講這些 既然會講我敢相信 他的內心一定有這種打算 他想要做 所以平常就你在做在那補出 再來再呼出屬舌 這就要給你養成習慣 每一個動作下去 都是你的側吻之心的花端 其實你這個屬舌 現在就是你的側吻之心花端了 習慣了你就會這麼做 當有那個機眼之下 你能力有半耳的時候 你還是會這麼做 所以說布斯科也度了 你那個貪遷的那種心 人就是這樣 所以已經養成了布斯這種習慣 你的能力範圍 你都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前幾天 我去游泳的時候 他們那個烤箱的門開了 烤箱的門開了要不要把他關起來 要把他關起來 那我從旁邊經過 我應該是把他關起來 走過去就把他關起來這樣 結果裡面的人笑了 我在外面也笑了 我好心做了壞事 門是他們打開的 門是裡面的人打開的 但是我就慣心我走過去 看到我應該把門關起來 裡面才會熱啊 他們就笑了 他們笑了 我也笑 抱歉抱歉我好心做了壞事 你們把門打開 只要散熱 我就把門關起來的意思 對 所以說當你的患 一念都還很清醒 你要該怎麼做 這個當下叫做活慘 你活我就在慘悔 你活我就在決定你一切的命運 不要死活再去交代什麼人 那個都沒有用 死活交代是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不便啊 有人交代很清楚 到時候有沒有便 還是便呢 這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寧願人生在數 你做得到的地方 你儘管去做 每一個當下能做 你就趕快做 你不要期待 我事後怎樣才怎樣 不要去這樣 這是這三十幾年來 一日上我就用一句 常常你們聽過我在講的一句話 我們就這麼做了 觀觀難過觀觀過 就是這樣了 雖然說觀觀難過觀觀過 我們臉上有那個難嗎 沒有耶 沒有那個難字 我們還是這麼做了 還是這麼做了 對 上天真的沒有虧待我們 就是三十年在道場 我整個修辦的過程中 手體悟到了 手體悟到了 上天該給你的都加倍奉送給你 很多人你就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感應就好 一定都感應得到 好 好 好